在1998年,在一栋废弃建筑楼的墙上,拆迁队发现一具女士被塑料袋包裹着,奇怪的是,几个发现尸体的工地牢,不久后开始发疯,在街上挥着刀乱砍人,最后全部工地牢都离弃自杀了,然而,事件并没有结束,警方发现住在大楼里的业主也全部离弃死亡,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进来过大楼的人都像被诅咒一样,很有可能与女尸体有关,随着媒体舆论的不断发酵,让小镇居民认定是女尸在作祟,于是邀请了代代相传的巫师开谈作法。 他拿出铜刀破了自己的手掌,试图用法师的血把恶灵逼出来,出乎意料的是,血竟然被反噬了回来,盘踞在大楼里的恶灵真是太凶了,短短一回合,巫师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断围的,他瞬间被拉进了幻境,恶灵凭空出现,把巫师控制住无法动弹,就在他即将被恶灵吞噬的前一秒,法师用尽全力在幻境中,带回了唯一的线索名单, 看到巫师隐恨黄泉,从此这栋楼再也没有人敢踏入半步,直到2002年,法师死后,他的儿子阿伟继承了母亲的巫师血统,成为了第八代巫师,为了给母亲报仇,他潜心修炼了四年,这四年来,母亲一直暗示着,要把这个恶灵铲除掉,他不负母亲的重骂,一个人来到当年闹鬼大楼里,他准备进入大楼找出真相,阿伟首先从母亲从幻境中带回来的名单开始,这是当时所有受害者的信息,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早在1990年,这座建筑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当时建筑的管理员突然疯了,一夜之间用铲子把所有居民都敲死了,做完这一切然后自杀了,从此,住在这栋楼里的人都会离奇地死去,直到1998年臭名昭著的墙壁藏尸案发生,这里才成为镇上公认的兄弟,因此阿伟推测这座建筑,是在1990年就开始被恶鬼缠住的,在得到情报后,阿伟开始了他的计划,来到大楼前,阿强在门上画了一个符咒,这个符咒可以防止恶灵打开门跑到阳津,然后拿着手电筒,小心翼地走进大楼, 当他一走进大楼,就发现了一场,他在走廊墙上发现一个写手印和他的手掌完全一样,然后在走廊尽头,看到墙上写着几行字,写着这里有多重人格的凶鬼,请迅速离开,阿伟冷冷地笑了笑,反而变得越来越勇敢,他直接走进公寓管理员的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完整的公寓入住名单,有了他,阿伟就可以一个一个地打破大楼里的恶鬼,成功获得名单后,正是门外传来一阵刺耳的铲子声,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阿伟猜测这是管理员杀人时的场景 于是他用祖传神迹,穿越到1990年命案发生的那一天,首先,他在门上画了一个咒语,来封锁阴阳两极的通道,正鬼魂就无法逃离大楼,然后开始一个接一个的,面对名单上的名字和房间号码,就在他进门的那一刻,他身后的其他门都打开了 进入房间后,阿伟开始用降魔法器驱没,一开始一切都很顺,但当他来到另一个房间时,他发现一个恶灵女孩躲在柜子里,这个女孩看起来很可怜 不像一个厉鬼的鬼魂,最重要的是他的名字不在名单上,那他到底是谁 阿伟来不及多想,直接抄起家伙准备抄渡女孩 没想到,他一举起降魔处,女孩就躲在黑暗中 就在这时,一个拿着铁销的恶魔,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慢慢地向他靠近 没过多久,三名大学生闯入凶宅寻求刺激,他们应该是小说看多了 以为七月十五鬼门大开的传说是真的,所以他们来到这里 并登上了大楼的天台,准备拍摄所谓的七月十五鬼门大开 一开始,三个人还一路嬉笑大闹,他们都认为鬼门大开只是一个骗人的传说 当空中的黑云散去时,相机里出现了血液当空的一幕 三个人不可思议地看着 忽然,他们身后发出一声巨响 楼顶的门关上了,他们不知道这是连接阴阳的通道 随着阵阵阴风吹过,大楼的气氛逐渐变得恐怖阴语 三个人顺势走下楼梯,房间里一个奇怪的噪音吓唤了他们 只有大胆的翠花独自冲进房间,想要一探究竟 结果发现声音只是被风吹着墙值摆动 翠花嘲笑另外两个男孩如此胆小 但小天说,这是一个封闭的房间,风从哪里来 两个男孩先对视一眼,喊着让大家离开这里 这时,小帅的相机拍到翠花长发飘飘,自动蹊跷出去 连扭曲,吓得三个人赶紧逃跑 然后他们又遇到了鬼打墙,无论怎么跑也跑不出大楼 而身后的恶鬼却依然步步逼迫 在恐慌中,倒霉的小帅遭遇了意外 当场死亡 花眉一转,时间又回到了1990年 随着女孩的消失,阿伟在床上发现了一个学人通知 上面失踪的人就是刚才的女孩 来不及多想,阿伟准备去二楼 可奇怪的是,不管她怎么下楼都没有办法离开三楼 这时,自杀后的管理员竟然出现在走廊尽头 阿强转身跑了,但管理员很快就赶上了 用铁销对着阿伟一下又一起 在关键时刻,她的母亲及时显灵,遮救了阿伟的命 想到为母亲报仇,阿伟拿起法器,准备找管理员一起死 结果,她被刚才的女孩拦住了 她劝阿伟冷静点,不要冲动,然后带她驱逐二楼 遍体鳞上的阿伟扶墙下楼时,在墙上留下了携手印 这是她2002年看到的携手印 在女孩的带领下,阿伟终于离开了三楼 来到了204号房间 随后,她通过床底的一张学人通知 结合女孩说的话,终于了解了1990年公寓杀人案的真相 原来女孩生前患有人格分裂症 不同的性格交替出现,但可怜的她没有得到家人的照顾 反而被父亲常年当怪物打骂 最后,女孩的邪恶人格爆发 她开始反抗,威胁父亲如果再打她 她发射手印了父亲 恼羞成怒的父亲把女孩推开 结果撞上墙上的钉子,当场死亡 虽然失手杀了女儿,但疯狂的父亲并没有想到自首 而是发布了轩人通知,用女儿失踪的谎言欺骗了所有人 为了不让警察发现,她秘密地进行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计划 父亲用砖套把女儿的尸体封在墙上 但她不知道的是,女儿没有当场死亡,而是被塑料袋活活闷死 因此,女孩死后怨恨重重 体内的邪恶人格附在大楼管理员身上 操纵她杀死她的父母和大楼里的每一个人 大楼从此变成了人间炼狱 知道真相的阿伟突然意识到,她的判断一开始是错误的 门外挥舞铲子的恶灵管理员只是女孩面前的一个傀儡 真正的凶手是她面前多重人格的女孩 阿伟拿出法器准备超度女孩 面对威胁,女孩的黑暗人格瞬间被唤醒,一张将阿伟击飞 在这里,她知道自己不是恶鬼的对手 于是决定先离开大楼,回到2002年从长记忆 但就在她施法时,时间线逆转意外回到1998年 与此同时,逃跑的翠花发现角落里的墙开始自动脱落 墙风里的恶鬼露出了可怕的笑容 喂,一只黑手伸出来把她拖入床里 这时,意外穿越到1998年的阿伟 碰巧遇到了被恶灵控制的翠花,并及时救了她 不久,小妍也赶了过来 三人决定一起组队离开大楼 他们刚走到大厅 小妍就神经兮兮的在墙上写下了这里有多重人格恶魔 竟迅速退去 看到这句话,阿伟呆住了 因为这是她在2002年进入大楼时看到的那句话 这句话是小妍自己写的 这意味着她没有回到2002年 阿伟颤抖着问翠花这是哪一年 翠花告诉她1998年3月23号 阿强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穿越失败 如果是1998年 说明她还在鬼门里 眼前的两个人也都死了 阿伟下意识地摸着怀里的法器 准备超度两人 而逐渐恢复清醒的翠花 也意识到自己不是活人了 她想起了当初被恶鬼附身的小妍 杀死了自己和铜板 清醒的翠花摆脱了恶灵的控制 然后用降魔杵消灭了小妍 然后祈求阿伟超度自己 她不想永远被困在这座 充满怨恨的建筑大楼里 就在阿伟准备开始的时候 没想到却被恶鬼抢先一步 翠花被拖进黑暗 现在只剩下阿伟颤抖的呆在原地 她想再次施法回到2002年 但几次穿越后 不管阿伟怎么开门 结果都回到了原地 这时阿伟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她在1990年与女孩的邪恶人格抗争时 失去了生命 她不能离开大楼的原因是 她第一次穿越到1990年的时候 在进入大门之前 第一步就是在大门上画了一个 用来封锁阴阳两界的咒语 所以当她成为鬼魂的时候 她自然不能离开这里 明白一切真相的阿伟 苦笑着举起手中的法器 准备为自己抄读 故事也到此结束 在影片的最后 女孩站在窗边等待下一个人的到来